柯林、胡佛以我们结束献给我竭尽全力的父亲为了我的母亲 不要成为他最糟糕的人 谁确保我们从未见过最疯狂的人 第一的第一部分 第一章当我用一只脚坐在这里时 在臂架的两侧向下看从12楼以上的街道 波士顿我忍不住想自杀不是我自己的 我够喜欢我的生活 看透他我更关注其他人 以及他们最终如何到达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们后悔过妈放手之后的那一刻 在产生影响之前的第二个必须有一点悔恨 在短暂的自由落体中 他们将土地视为信托妈走向他们并思考好吧 废话 这是个坏主意不知怎的 我认为不是我特别常思考死亡 今天考虑提早12小时消化给了最史诗般的生态学之一 缅因州的人们曾经见证好吧 也许这不是最史诗般的 他很好可以考虑最灾难性的 我想这取决于你是否问我妈妈 还是我妈妈谁可能不会跟我说话坚实的后年 不要懂我的意思 我所传递的神学不是错得够深刻 足以创造历史布鲁克小顿一号 交付迈克尔杰克逊的葬礼或交付的葬礼作者 史蒂夫贾伯斯的妹妹或蝙蝠钻石兄弟 他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史诗一开始 我很紧张天才安德鲁布鲁姆的葬礼 毕竟我很崇拜家乡的市长太多缅因州的主人 成功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城市范围 备受喜爱的珍妮的丈夫绽放 集合鸟助教在所有的过多和百合之父中 让那个陌生的女孩绽放红色 曾经爱上的头发无家可归的家伙 让她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她的整个家庭那就是我 我是百合花安德鲁是我的父亲 我一送完她的今天的意识形态 我有直飞回波士顿的航班 并劫持了我能找到的第一个屋顶 再说一遍 不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 我没有计划拆除这个屋顶 我只是真的需要新鲜空气安静 如果我不能从我那里得到这个 那该死的三楼公寓绝对没有屋顶通道 何时有喜欢听自己唱歌 我没有考虑到天气会多冷 就在这里吧 虽然这并不是难以忍受 但至少也不舒服 我可以看到星星死去的父亲 和即将到期的室友 何可疑的当意识形态 不那么可怕 时夜空够清晰 感受宇宙的伟大 我喜欢天空 让我感觉微不足到 我喜欢今晚好吧 让我重新表达一下 这样它就更多了恰当地反映了 我的感受和过去 是我喜欢今晚 但不幸的是 对我来说 门是只是用力推开 我期待着楼梯间 将一个人吐到屋顶门 再次砰的关上 还有脚步声快速穿过甲板 我没有甚至懒得去查找 无论是谁 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 我回到这里 搁浅窗台门的左边 他们这么匆忙地出来了 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 那不是我的错 独自的我看到你 静静地闭上眼睛 把我的头靠在墙上 在我后面诅咒宇宙 撕毁了这个平静的那神时刻 在我之下 宇宙至少能为我做的是 今天要确保是女性 并且不是一个男人 如果我要有人陪伴的话 我宁愿身为女性 我对自己的身材 很坚强大多数情况下 我都能坚持下去 但我现在太舒服了 无法小便独自一人 在屋顶上 与一个陌生男子 在一起半夜 我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并感到需要离开 我真的不想离开 因为我在我之前说过 舒服我终于让我的眼睛 踏上剪影之旅 运气好的话 就靠在窗台上有他 他肯定是男的 即使靠在栏杆上 我也能看出来 他很高宽阔的肩膀 形成强烈的对比 到他握着他的脆弱的方式 投在他的手中 我几乎看不出剧烈的上身 从他的背上摔下来 他被深深地拖着呼吸 并迫使他们退出时 他已经受够了他们 他似乎正处于 我正在考虑像崩溃的人 倾诉让他知道 他有同伴或轻轻嗓子 但在两者之间 他思考并实际做到了旋转 并踢其中一个激情 他身后的椅子 当他尖叫着穿过甲板时 我退缩了 但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 他有观众 这家伙不止满足于一个 他反复踢翻椅子以及以上 而不是仅仅在下面 赠送他的食物的盾力 所有的椅子都向前移动了一勺 离他更远 那把椅子一定是用海洋材料 制成的板条相聚合物 我曾经改变过 我的父亲回到户外 糕点台上海洋极聚合物 极其几乎嘲笑 他削弱了他的保险感 但甚至没有刮痕 那张桌子 这家伙必须意识到他不是对手如此高品质的材料 因为他终于不再踢椅子了 他现在双手站在上面看到他就握紧拳头 说实话 我有点憧憬 这家伙正在发现他的攻击性像冠军一样 在一件家具上他显然度过了糟糕的一天 我也是一样 但尽管我保留了我的攻击性笔尖 直到他体现在被动攻击的形式天空 其实有个出口 我的出路过去随时都是原意压力很大 我刚刚出去后院并拔掉每一根杂草 我能找到 但自从我搬到波士顿的那天 其两几年前 我还没有后院或Petro 我甚至没有杂草 也许我需要投资海洋 极聚合物病人 以我又盯着那家伙看了一会儿 想知道他是否会搬家 他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椅子 他的双手不再握成拳头 他们靠在他的臀部上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这件衬衫 不太适合他 他的二头肌除了手臂以外 其他地方都适合他体型巨大 他开始在他的周围钓鱼口袋里 直到他找到他要找的东西喂了 我确信可能是努力释放更多他的侵略 他点燃了一个关节 我今年23岁 已经读完大学了 也做过同样的休闲活动 吸毒一两次我不会评断 这个人感觉有必要私下谈谈 但这就是他私下不讲的事情 他只是还不知道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开始转向他的窗台 注意到我呼气时 当我们的目光一注在他身上 他就停止了行走见面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震惊 当他看到时也不觉得有趣 我他距离我们大约10英尺 但是我可以从心心发出足够的光 看到他的眼睛慢慢地扫过 我的眼睛不透露任何思想的身体 这家伙把牌打得很好 他的目光很窄 他的嘴很紧就像男性版的蒙诺丽莎 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感觉到他的名字 我肚子里的声音不好 声音应该停在耳朵里 但是有时根本不常实际上有一个声音 会穿透我耳朵里直下回想 透过我的身体 他有一种低沉的声音 自信有点像黄油 当我不回答他时 他带来了关节回到他的嘴里 并采取另一个打击 莉莉我最后说我讨厌我的声音 听起来太微弱了 甚至从这里到达他的耳朵 就少得多在他体内 回想他稍微抬起下巴 不仅仅是朝我走来莉莉 请从那里下来好吗 直到他这么说我才注意到他的姿势 他现在站直了 甚至僵硬几乎就好像他很紧张 我要去落下 我不是这个臂架 至少一英尺宽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顶一侧 在我跌倒之前轻松地抓住自己 提到我的风向对我有力 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腿 然后又回头抬头看着他 不 谢谢 我在这里很舒服 是他转过身来 有点看不下去 直冲着我请下来 这更多的是一个需求 现在尽管他使用了请 这个词这里有七张空椅子 差不多六点 我纠正提醒他 他只是想谋杀其中一个 他在我的回答中找不到幽默感 当我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时 他靠近几步你距离 坠落仅差三英寸 直到他死了为止 只有一天他示意我再次下来 你让我很紧张 更别说毁了我的膏 我翻白眼并摆动双腿 天堂禁止联合浪费 我希望下来并用手擦拭牛仔裤 当我走向他时 我说得更好 他喷出一股气 仿佛看到了我在窗台上 实际上让他抱着他的呼吸 我把他传到了侧面的头部 视野更好的屋顶 当我这样做时 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 不幸的是暗示他是没有Q 是一种侮辱这家伙很漂亮 修剪整齐地闻起来 像金钱看起来比我大几岁 他的眼角皱起跟着我 他的嘴唇似乎皱起 即使他们不在 当我到达时建筑物的一侧 可以俯瞰 我向前亲并低头凝视 街道汽车爆炸 我尽量不表现出对他印象深刻 光从他的发型 就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人 人们很容易被感动 我拒绝满足他的自负 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 让我认为他甚至有一个 但他是我不穿休闲 八宝利衬衫 当然我一直在关注 随便买得起的人 我听到脚步声 从后面靠近 然后他靠在栏杆上 在我旁边 我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他的关节 再次受到打击 当他完成后 他把他提供给我 但我挥手 道别了我最不需要的东西 就是受到了围绕 这件事的影响 家伙他的声音本身 就是一种毒品 我有点想再听一次 所以你丢了一个 朝他的方向提问 那么椅子坐了什么 让你如此生气的 他看着我 就像真的看着我一样 他的目光与我相遇 他只是盯着很难 就像我所有的秘密 都在那里一样 在我的脸上 我从未见过 如此黑暗的眼睛 作为他的 也许我有 但当他们看起来更黑时 他们依附于 如此令人生畏的事物在场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我的好奇心不容易平息 如果他会迫使我从一个非常安静舒适的币架 然后我期望他用我的答案来娱乐我八卦问题 我问的是不是一个女人 他摔坏了吗 他的心听到这个问题 他笑了笑 如果我的问题像这样为不足道 就好了 新的是他靠在墙上 这样他就可以面对我 你住在几楼 他舔他的手指 并捏住他的关节末端 然后把他放回口袋 我以前从未注意到你 那是因为我不住在这里 我只出朝我公寓的方向看到那栋保险大楼 他瞇着眼睛 当他看着我的方向时指点 试得我住在他旁边的大楼里太短了 从这里看不到他只有三层楼高 他再次面向我 手肘休息 如果你住在那里 为什么会在窗台上 你在这里吗 你男友住这儿或其他的东西 他的评论不知何故 让我感觉很廉价太简单了 而且是镜像般的识取 从我认识的这个人的外表来看 他有比这更好的技能 这让我觉得他节省的最多 对他的女人来说 很难的搭讪路线认为 值得你有一个很好的屋顶 我告诉他 他离开了眉毛 等待更多解释 我想要新鲜空气 某处认为我拉起了谷歌地球 并找到最近的公寓 有一个像样的屋顶 露台的综合体 他微笑着看着我 他说至少你很经济 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至少我认为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很经济 而且他是一个值得拥有的好品质 他问你为什么需要新鲜空气 因为我今天埋葬了我的父亲 给出了一种实际上 是灾难性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感觉我无法呼吸 我想我再次面向前方 慢慢吐气 我们可以暂时别说话吗 我的要求 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沉默 他靠在窗台上 让当他开始向下时 一只手臂旋锤 在街上他就这样待了一段时间 一直有一家商店在他身边 他可能从凝视就知道了 但他似乎不在乎 上个月这个屋顶上满是一个人说 我会在他缺乏的时候 度过一个夜晚尊重我的沉默请求 但是我有点好奇 这是一场意外吗 他怂怂肩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发生 在晚些时候晚上他的妻子说 他正在做饭 他告诉他 他来这里是为了拍几张他当时的日落照片 一位摄影师 他们认为他正靠在窗台上 为了拍摄天际线 他滑倒了我看着窗台 想知道如何有人可能会把自己 置于他们可能会跌到的情况意外事故 但后来我记得我只是在胡言乱语 屋顶另一侧的影线 A几分钟前 当我姐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时我唯一能想到的是 无论他是否中枪 我希望他的相机不会掉下来 他因为那将是一个真正的浪费 你知道因为你的爱而死摄影 但他甚至没有得到最后一枪夺去了你的生命 他的想法让我发笑 虽然我不确定我应该这样做 对此大笑 你总是准确地说出你身上的内容 妈头脑 他对大多数人怂怂肩 这使得我微笑 我喜欢他甚至不认识我 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没有对他来说 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把背靠在窗台上 将手臂交叉在胸前 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吗 我摇头我之后 就没有从缅因州搬到这里了大学毕业 他皱起鼻子 很有善热地看着这个穿着Burber的家伙 衬衫上的两白发型 让人觉得很傻脸孔 所以你在波士顿炼狱吧 看一只袜子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 他的嘴角上扬游客 像当地人一样对待你当的人 像对待游客一样对待你 我笑娃 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 但我不再即使在炼狱中 你也在做他说 比阿迈好是什么 让你来到波士顿的我的住所 和妹妹住在这里拍拍他的食物 并说就在我们下面 其实已经结婚了攻击精明的波斯尼亚人 他们俩整个顶楼 我往下看整个顶楼 你知道这是幸运的混蛋在家工作部 甚至还得脱掉睡衣 每年赚七位数 我确实是个幸运的混蛋 他不距离外科医生 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我的居住地是离岸的时尚 口才好 聪明和烟点 如果这是一个SCT问题 我会问哪一个不属于 医生应该吸食大麻妈 他傻笑可能不会 但如果我们不沉迷于场合 会有很多我们跨越这些臂架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的下巴再次面向前方 靠在他的手臂上 他的眼睛现在闭上了 就像他正在享受迎接他的疯脸 他看起来不像那样 令人身畏 这你想知道一些 只有当地人都知道 当然他说 引起他的注意回到我的身边 我指着东边看到那栋建筑 那个有绿色屋顶的他点点头 后面有一栋建筑物 梅尔车那栋大楼顶 有一栋房子 就像建在上面的合法房子一样 屋顶你可以从街上看到他 而且大楼太高了 很多人甚至都知道 他看起来印象深刻 真的为什么我在搜索时 没有看到他谷歌地球 所以我查了一下 显然已获得许可1982年新建 住在这样的地方 该有多酷啊 房子在建筑物的顶部 你会独占整个屋顶 他说我没想到 如果我拥有它 我可以在那里种植花园 我会有出口 他问谁住在那里 没有人真正知道 它是其中之一 波士顿的巨大奥秘 他笑了 然后看着我好奇的 波士顿的另一个大谜团 是什么你的名字 我一说完 就打了我的耳光 手抵着我的额头 听起来是如此 很像唯一的起司泡菜飞机 我能做的就是嘲笑自己 他笑了这是审判 他说皇家金凯德 对不起陷入我自己 这真是个好名字 为什么你听起来很悲伤 因为我愿意为美好付出一切姓名 你不喜欢莉莉这个名字 我歪着头 底线底线 眉毛我的姓是布鲁木 她很安静 我能感觉到她试图克制自己 可惜我知道太可怕了 这是一个的名字 两岁小女孩 不是23岁老妇人 两岁的女孩 也会有同样的情况 名字 无论她多大名字 是我们最终成长的东西 在之外 百合花不幸的是我说 但更糟的是我非常喜欢原意 我喜欢花植物 种植是我的热情 开一家店 一直是我的梦想花店工作 但我担心 如果我这样做人们 就不会认为我的愿望 是真的他们会认为 我试图把我的名字大写 那是花店 不是我梦想的工作 也许她是这么说的 但怎么了 我想我没有发现自己 耳鱼百合静静的绽放 我可以看到她有一点微笑 这对花店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棒的名字 但我有商业硕士学位 我会降级 你不觉得妈 我在最大的行销公司工作 波士顿拥有自己的企业 并不是她说降级 我兄弟的一个原因 除非失败 她知道一个协议 她说除非失败 那么你的中间名 是什么 利利布鲁姆我的身影 让她振作起来 你的意思是情况变得更糟 我把头埋在双手里 打劫玫瑰 我摇头最糟糕的紫色 我希望我在毒咕弄声中 未缩开花 有片刻的沉默该死的 她亲身说道是的 话是我母亲的娘家 信我的父母认为 这是信仰他们的信誓 是肉贵 所以当然 当他们送花给我时 他们的第一选择 你的父母一定是真实的 底线底线 其中之一是 曾是我父亲 这周过世了 他看了我一眼好故事 我不会上当的 我是认真的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今晚我想我只需要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他怀疑地盯着我 看了一会儿 确保我没有拉扯 他的时刻腿 他没有为这个错误道歉相反 他的眼睛长得更大了 一些好奇的 就像他的阴谋 是真的一样 你很接近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拖着下巴 我的手臂低头 看着街道再次 我不知道 我怂怂间说 作为他的女儿 我爱他 但作为一个人类 我恨他 我能感觉到 他在看着我一会儿 然后他说 我喜欢你的诚实 他喜欢我的诚实 我想我可能会脸红 我们又安静了 一会儿 然后他说 你有没有希望 人们更多透明的 我怎么这么问他 挑了一块有缺口的灰 你用他的拇指 直到他挣脱 他把他弹过窗台 我觉得每个人 都在假装自己 确实如此 当我们内心深处 都在等量地搞砸 我们中的一些人 只是更善于隐藏他 比其他人 要么他的高潮即将到来 要么他正在指示 非常内心 不管怎样 我都同意 我最喜欢的对话 是没有真正的答案 我不认为 有点戒心 是我说的是 负面的话 赤裸裸的真相 并不总是美丽的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赤裸裸的真相 他重复到 我喜欢他转身 走到中间屋顶的 他调整 其中一个的靠背 病人躺在我身后 并降低自己投入其中 这是你 躺在上面的那种 所以他会拉 他的双手 枕在脑后 抬头看着天空 我认领他旁边的 那个病调整 直到我和他 处于同样的位置 告诉我一个赤裸裸的 真相百合 与什么有关 他怂怂间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是你不骄傲的 的有些会让你感觉 少一点搞砸了 他在里面凝视着天空 等我回答 我的目光 追随他的工作范围 他脸颊的曲线 他嘴唇的轮廓 他的眉毛是脸 在一起的沉思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但他似乎是 现在需要谈话 我思考他的问题 并尝试找到诚实的答案 当我想到一个时 我就会把目光移开 他我又回到了天空 我父亲虐待 我不是我 是我妈 当他们觉得 他会非常生气 有时他会打他 发生这种情况后 他将花费下周 或两周弥补 他会做一些事情 例如给他买花 或带我们出去 吃一顿丰盛的 晚餐 有时他会买东西 因为你知道 我讨厌 他们打架的时候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 很期待 他们会战斗的夜晚 因为我知道 这是否会打击他 接下来的两周 就太好了 休息时 我不确定 我是否承认过这一点 我当然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会到达 他从未到达的地方 触碰了他 但虐待对他来说 是不可避免的婚姻 这成了我们的 常态 当我长大后 我意识到 不做某件事 这让我同样感到 内疚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恨他这么坏的人 但我不太确定 我好多了 也许我们都是坏人 瑞安若有所思的 看着我表达丽丽 她说毫无意义 没有所谓的坏人 我们都只是 有时会这样做的人 坏事 我张开嘴回应 但他的话 让我沉默 我们都只是有时会 这样做的人坏事 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正确的 没有人是完全坏的 也不是任何人 非常好 有些人只是被迫 更努力工作压制 坏事轮到你了 我告诉他们 根据他的反应 我认为他可能 不想玩自己的游戏 他看到他的沉重 并伸出一只手 透过他的头发 他张开嘴想要说话 但随后再次 将其家警他响了一会儿 最后说话 今晚我看着 那个小男孩死去 他的声音很沮丧 他只有五岁 他和他的弟弟 在里面发现了一把枪 他父母的卧室弟弟 拿着他 他不小心坏了 我的胃翻腾 我认为 这可能有点太多了 对我来说 真相无能为力 当他到达手术室的时候 桌子周围的每个人 都护士其他医生 他们都为这个家庭 感到难过 他们说那些可怜的父母 但当我不得不走进 等候适时房间 并告诉那些父母 他们的孩子没有成功 我没有感到一丝悲伤 他们 我想让他们 受苦 我想让他们感受到的重量 他们对持有上堂的枪的无知 以两个无辜的孩子为轴心 我想让他们知道 不仅他们只是失去了一个孩子 他们简直毁了自己的一生 另一位不小心 拉动了班机 耶稣基督 我还没准备好 面对如此沉重的事情 我甚至无法想象 一个家庭是如何移动的 过去那个穷人的弟弟 我说 我无法想象那会做什么 他看到类似的东西 皇家轻弹膝盖的东西 他的牛仔裤 这会毁了他一生 这就是他要做的 我侧身 面对他举起我的头 靠在我的手上 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 很难 妈天他轻轻摇头应该会更难 但更多我越接近死亡 就越成为一个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不确定我对此有何感想 他再次与我进行眼神交流 他说再给我一份 我觉得我的有点多了比你的扭曲 我不同意 但我告诉他那些扭曲的事情 我12小时前才做了一次 两天前我妈妈问我是否会在我父亲的学校 讲授神学 今天举行葬礼 我告诉他我觉得不舒服 我可能会哭的说不出话在人群面前 但这是一个谎言 我只是不想这样做 因为我感觉应该传递生态学 那些尊重死者的人 我不太尊重我的父亲 你做了吗 为什么不是的 今天早上我坐起来 把腿拉到身下 我面对他你想听吗 他笑了绝对的 我双手交叉放在腿上 吸起呼吸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葬礼 前约一个小时 我告诉我妈妈 我不想这样做 他说这很简单 我的父亲会希望我这么做 他说我所要做的就是不行到登上讲台 并说出五件伟大的事情 我的父亲这就是我所做的瑞恩 举起手肘 他显得更感兴趣 从我的表情来看 这事变得更糟哦 不 丽丽你做了什么 让我在这里为你重演 我站起来绕过另一个 我在椅子一侧站的笔直 并行动 就像我在看着同样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遇到的房间很拥挤 我轻轻喉咙你好 我的名字是莉莉 布鲁姆的女儿 已故的安德鲁布鲁姆 感谢大家今天加入我们 挨到她的损失 我想花点时间向她致敬 与您分享生活中的五个伟大 关于我父亲的事情 第一件是我低头看着愤怒 耸耸肩 就是这样他做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 我让你坐在我的躺椅上躺回去 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两分钟 无需多说我无话可说 关于那个男人 所以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人群 直到我妈妈意识到我是什么 我叔叔是如何将我从讲台 瑞拉告诉她的头 你在开玩笑吗 你给了你父亲的反意识形态 葬礼我点头 我并不为此感到骄傲 我不认为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有自己的 我已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 会站在那里说话 小时铁轨向后倾斜挖 他摇头说你是我的英雄 你只是考了一个死人 那很俗气似的 下一个真相会伤害你 我笑到你了 我无法阻止他说 我相信他可以更接近 我不确定我可以 我翻白掩饰的 你不能让我感觉 像我们两个人中最糟糕的人 告诉我是你最近的想法 大多数人不会大声说出来 他把手从脑后移开 并指示我的眼睛 我要你我张大了嘴 然后我又把他夹住 我想我可能无言以对他 向我投去一脸无辜的表情 你问最近的想法 所以我给你了 你非常美 我是个男人 如果你喜欢一夜情 那我会带到楼下 我的卧室我会 底线底线 你我甚至无法看他的陈述 让我感受到很多事情 立刻好吧 我不喜欢跳舞一晚 我猜他说轮到你了 他是石头等等 他装作就好像他不只是 把我丢尽安静在那之后 我需要一分钟来恢复 我笑着说 我试着想一些 有冲击力不大 但我无法克服事实上 他刚刚这么说 想亮的也许是因为 他是静元 而我从未想过 有人受过如此教育乱丢 底线底线 这个自所以随意的 我聚集自己 有点然后说好吧 既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个主题 我与之发生性关系的 第一个男人是 无家可归他站起来面对我 我需要更多这个故事 我伸出手臂 把头靠在上面 他我在棉英州长大 我们住在一个相当体面的邻居 但我们家后面的街道 不是处于最佳状态 我们的后院迎合了一个命令房子 提灵两个神奇的地段 我和一个叫阿特拉斯的人成了朋友 谁住在公寓房子里 没有人们知道他住在那里 除了我曾经带食物和衣服和东西 直到我父亲发现他做了什么 我的乔泰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分手 还是强迫自己不去想 以一天为周期他殴打了他 我想赤裸裸的到处走走主题 返回他默默的注视了我一会儿 好像他知道 还有更多的事情故事 但随后他中断了目光 接触结婚的念头让我感到厌恶 他说我快33岁了 我没有对妻子的渴望 我特别不想要孩子 我一生中唯一想要的就是成功很多 但如果我向任何人大声承认这一点 这让我听起来很傲慢 职业性别歧视或社会地位 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生孩子 任何人都可以结婚 但不是每个人可以是神经 那我从中感到非常自豪 而且我我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Naristo 更想成为我所在领域最好的你说的对 他确实让你听起来傲慢的 他笑了我妈妈担心我在浪费生命 因为我所做的就是工作 你依靠你的外科医生和你的母亲 对你很失望 我笑了天哪 这太疯狂了父母真的对自己的孩子感到满意吗 孩子会变得够好吗 他摇摇头 我的孩子不会没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动力 所以我只会将他们设定为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有任何 我实际上认为那是值得尊敬的铁路 很多人拒绝承认他们可能太自私 而不想生孩子 他摇摇头 哦 我也是自私的问哦 我太自私了 不想生孩子 我确实太自私了 在恋爱 关系中那你如何避免他 你只是不约会他把目光投向我 然后有一个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有一些女孩满足这些需求 我不喜欢那方面的任何东西 部门如果那是你问的地方 但爱情从来没有吸引过 我总是比负担更大 任何事物我希望我看起来像那样的爱情 会让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更轻松 我羡慕你 我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有一个完美的男人在外面等我 我很容易变得厌倦 因为没有有人符合我的标准 我感觉我在无限地寻找圣悲 你应该尝试我的方法 他说这是一夜情令人惊讶 就像这是一个邀请 我很高兴天是黑的 因为我的脸在上面 或如果我的话 我永远无法和某人睡觉 没有看到他去任何地方 我大声说出来 但当我说时 我的话缺乏说服力 给他 他慢慢吸了一口气 然后滚到他的背上 不是那种女孩 他说这话时 带着一丝对他的失望 我的声音和他一样失望 但我不是 当然我甚至想拒绝他 如果他采取了行动 但我可能只是想要那个可能性 如果你不和某人睡觉 刚认识他的眼睛 再次注视着我 他究竟会走多远 我对此没有答案 我翻身仰面朝天 因为他就是这样看着我 让我想思考一个床头柜 我不一定反对他们 我想我只是从来没有真正去过 有我愿意的某人预先安排 考虑他语直到现在 我认为他甚至在预先安排我妈 我一直不擅长调 请他伸出手抓住我的边缘 躺椅迅速的 他只用了很少的一句话 就拖着我的椅子离他更近 直到撞到为止 我全身僵硬 他现在离我更近了 我能感觉到他呼吸中的虫子穿过冷空气 如果我看着他 他的脸距离久只有几英寸 我拒绝看他 因为他可能会闻我 我知道关于这个人 绝对一无所知 除了一些赤裸裸的事实之外 这根本不影响我的良心 当他用一只众手 放在我的肚子上 时女士 你要走多远 他的声音倾诉平滑的 直接到达我的脚趾 我不知道 我嘀咕 他的手指开始爬向我的衬衫下摆 他开始慢慢向上受伤 直到我的肚子露出一丝痕迹 第二耶稣我低语 感受到他双手传来的温暖 把他划到我的肚子上 违背我更好的判断 我面对他再次和他的眼神 完全让我着迷 他看起来充满希望和饿了 并且完全有信心 他用牙齿咬住下唇 他的双手开始向上 抬起到我的衬衫 我知道你能感觉到 我的心脏在剧烈跳动 你自己的在我胸口见鬼 他可能听得到 他问得太过分了 我不知道我的这一面 在哪里来自 但我摇摇头说 甚至没有靠近他的手指 展开我的胸罩下面 轻轻地欺骗我的皮肤 现在浑身发冷 当我的眼皮 已闭上戒指的刺穿撕裂了 当我们俩在一起时 他的手变得僵硬意识 倒是电话 他的电话 他把额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该死的我皱着眉头 从他手中滑了出来 他在我的衬衫下面摸索着 站起来放手机的口袋 走到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 接听电话 金凯德博士 他说他专心地听他的手 抓住他的后颈罗伯茨呢 我甚至不应该现在待命 接下来是更多的沉默式的 请给我十分钟的路程 他结束通话并滑动手机 回到他的口袋里 当他转身面对我时 他看起来他有点失望地 指出通往楼梯间的门 我必须我知道 没关系 他考虑了我一回儿 然后举起一根手指别动 他说伸手去拿他的 他再次拿起电话 走近并握住他 就好像他要拍照一样 我我几乎反对 但我实质不知道 为什么我一关楚楚 但事实并非如此 出于某种原因 感觉到路他拍了一张 我躺在床上的照片 躺移我的手臂 没有高过头顶 我不知道他打算 做什么那张照片 但我喜欢他接受了 我喜欢他有一种 想要记住我的样子的冲动 就像即使他知道 他永远不会再见 我他盯着荧幕上的照片 看了好久几秒钟 并微笑 我有点想拍张照片他 作为回报 但我不确定 我想要提醒 我在也见不到的人 这个想法 有点压抑 很高兴 见到你百合花 我希望你能克服 大多数梦想的困难 并实际完成你的 我微笑 同样对天空感到悲伤和困惑 我不确定我是否曾经花过时间以前 和像他这样的人 完全不同的人生活方式和睡觉 我可能再也不会了 但我很惊喜地看到我们 并没有那么不同 误解被证实 他低头看了一回 而自己的脚 他有点不确定姿势 就好像他悬浮 在想要对我说点别的事情 需要离开时 他看了我一眼 上次这次没有那么多扑克牌 连我可以看到场景中的失望 在他转身走进去之前 他的嘴另一个方向他打开门 我听得到他的声音 当他冲下跑道时 脚步声渐渐消失楼梯 间我再次独自一人在屋顶上 但令我惊讶的是 我有点难过到那时下一张见